戒 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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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江同学 我想问你个问题 嗯 你刚到北京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一种迷失感 就是那种 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的感觉 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啊 嗯 没有啊 不就去学校吗 你应该说有 有迷失感 那 有 然后呢 然后 你就会 特别地想念 想念什么 想念陆苗啊 笑什么笑 戒焦躁 戒懒惰 戒 江 戒江浩月 嗯 你不要在意这些 这些详细的 做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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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江浩月 戒江浩月 我担心嘛 担心 我怕我自己不够好 怕考不上跟你一样的地方 陆苗 陆苗 你有想过最坏的结果吗 我不敢想 我有想过 最坏的结果就是 你高考落榜 你会选择去别的学校 或者说 你会选择复读 到时候 咱们就得分开了 不过没关系 你要知道 北京不止一所学校 如果你选择去别的学校 那我就去别的学校找你 如果你选择了复读 那我就像现在这样 我来陪你复读 反正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我都会在你身边 如果 这是最坏的结果 你能接受吗 那你自己的事情怎么办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安排好啊 你不用担心我 我会不会成为你的孤单 陆苗 陆苗在我心里 永远是最好的 真的吗 那我拿好 你这过去呢 当时我刚刚去新的城市 周围一切都是陌生的 陌生的街道 陌生的人群 从那时候去 从那时候去 我就特别 特别 特别想念陆苗 想着 要是陆苗 能在我身边就好了 佳浩月 我不会让最坏的结果发生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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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